侯爷这些天都在半月盘 什么人也不见 说起来 夫人都已经病了这么久了 侯爷 应该早就料到有今日了 终是结发夫妻 是啊 不过夫人 也真是用心良苦 前脚刚走 后脚就把妹妹嫁进来了 这丧妻一年一过 侯夫人的位置 名正言顺 还是罗家人的 夫人这么安排 应该是放不下尊格 侯爷能让十一娘进门 不过就是看在与夫人 往日的情分上面 话是这么说 可是 未来的新夫人 身份终归是一个庶女 不像妹妹你 本意顺理成章地成为纪使 只可惜 天不遂人愿呢 只要能常伴侯爷左右 我便心满意足 别无他求 妹妹对侯爷情深义重 令人钦佩 只是一想到 在未来的日子里 身份如此高贵的妹妹 要对那个庶女 卑躬屈膝 端茶送水的 姐姐就替妹妹不值啊 姐姐如此为我着想 妹妹定会铭记于心 明儿我就写信回家 让老爷对文家的生意 你多多照顾 妹妹 姐姐没别的意思啊 妹妹 姐姐没别的意思啊 妹妹别生气啊 竹木刚刚去世 他们不但没半分悲戒 还顾着争风吃醋 这样的后宅 有何意义 请不请用 侯爷这些天 一直消沉 茶饭不私 真是让你担心 记得元娘刚入门时 侯爷与她也算是相见如兵啊 可是后来发生了太多的事了 这夫妻俩才渐渐疏离 自父亲和二爷去世后 侯爷独立撑起整个徐家 可不管是朝中还是后宅 似乎都没有让她舒心过 希望这罗十姨娘进门后 能有所改变吧 这个罗十姨娘 怕也是个不好相遇的 之前联防过门的事 恐怕就是她和元娘合谋设计 如此深沉的心思 我怎能放心得下呀 要不是侯爷已经许诺 我是绝对不会答应这门亲事的 母亲 元娘这么做也是情有可原的 她是怕济世对中哥不好吧 侯夫人的位置责任重大 难道是仅仅当好一个继母就行的吗 若大一个徐家 她一个庶女撑得起来吗 母亲 这不是还有您在吗 只要她安分守己 对侯爷好 那便足够了 唉 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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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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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